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称聚变核弹或热核弹 爆炸温度认为3.5亿度 突围轻弹爆炸在绝境中夜袭 于敏很好的诠释了这种精神 在短时间内 他用不懈的努力成功创造出于敏模型 使得清淡得以保存较长的时间 也使得中国创造散烂群雄 在纷争的世界中有了一席之位 美苏等国都经历了有大变小的曲折之路 而中国一开始就完成了实战化 孝心化这一目标 堪称世界奇迹 不少人曾经质疑存 在于敏模型这一事实 由于国家军事揭秘不可泄露 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可以证明于敏模型的存在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鱼敏模型 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成效 况且当时美国封锁严密 中国不可能偷盗到任何美国资源 中国清淡在形状与实验方式上都与其他国家不同 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清淡的本土科学家 一样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 责任编辑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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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